直到看到曾志伟直播过程中 不小心说漏嘴一句话 才明白为何在资本面前 没人能保持住初心 8月底曾志伟正式加盟了三只羊公司 并且担任了香港分公司的负责人 可没想到肉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 三只羊就惨遭翻车 秦市分公司开业的当患 大小羊哥联合曾志伟进行了一场直播 而也正是这场直播 让曾志伟看到了直播带货这行的水有多深 刚开始小羊哥售卖月饼时 拿出的是一款香港老牌月饼美心月饼 卖完之后小羊哥又顺势拿出了 号称与美心齐名的高端月饼美成月饼 引来粉丝朋友们的疯狂追捧 在给月饼定价时 小羊哥与品牌商一顿私扯 最终决定自己补贴几十万来回馈粉丝朋友们 将三合月饼定价为169元 站在一旁的曾志伟彻底惊呆了 可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 这款月饼原本的实际售价应该是59元三合 此前有网友在某平台以59元三合的价格 购买过这款月饼 但如今在小羊哥的不懈努力下 他们终于帮粉丝将月饼打到了169元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那么三只羊能够从中赚取到的利润 无疑是巨大的 难怪曾志伟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像个心灵蛋子 毕竟人家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就能赚到曾志伟几年的排泄工资了 不过即便三只羊翻车严重 尤其是近几天掉粉掉的厉害 但曾志伟依旧没有明确表态 还整天在外跑活动 前段时间香港小姐选美大赛落下帷幕 曾志伟还惊喜现身 包括近日还有网友在机场偶遇曾志伟 从状态来看 曾志伟看上去十分疲惫 据悉此次出行 他是去弯弯录制夜市王志党节目 主办方邀请他担任评委 从这来看 曾志伟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想必他也是打算冷处里 等大家都淡忘这件事之后 再继续与三只羊合作 毕竟与大小羊哥的那场合作 已经彻底让曾志伟见识到了直播行业的威力 那么你们觉得 曾志伟与三只羊的合作还能继续下去吗